车场升降平台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车 升降设备没有完全到达地面就已经停下来 这时候驾驶把车往前开 整辆车晃动接着往下掉 最后等到车都开出去了 平台才降到地面的位置 当事人到台中一间旅馆入住 却在停车场遇到这情形 他也说看到机器上面显示绿灯 代表可以安全前进 指控根本是机械升降故障 导致车子的底盘 前后保险杆跟排气管统统刮伤 后续维修得花至少两万元 不管是机械升降平台 或是这种机械式的停车格 只要这个上下的高低落差 它如果没有降到平面 你再把它开出去的话 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甚至像当事车主这样子 底盘都被刮坏 机械设备停车场 过去也发生过不少意外 上面的警示灯 是驾驶的判断依据 而像当事人的状况 前方有高低落差 可能高度在三十公分之内 驾驶会比较难发现 当事人指控旅馆 把责任都推给顾客 不过旅馆业者对此表示 设备没有问题 而且也愿意提供赔偿维修 但当事人却不接受 认为这是无赖 律师说如果确定旅馆输失 民众可以要求民事赔偿 但到底谁对谁错 后续双方恐怕都得进一步 协调理清 TVBS新闻 徐坤山曹教人 黄凯智颖台北台中 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订阅 警察 警察 感谢观看